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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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很久沒有錄這個系列 這一次是 因為postgres 14 事出了 我想簡短的跟大家聊一下 我想先講一下 就是 當然這是一個新的版本 所以這些新的 功能我也是沒用過 所以我大概就 比較直覺的 了解 跟大家聊一下這個 新功能的部分 詳細的部分其實在 手冊上面還有 release node 有更詳細每個子功能 的變分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 聊一下這個新聞稿 這上面的內容 就好 就是我剛才講的 因為我也沒有 真的去測試過 還沒有機會 所以 這個 如果有人已經有 就是俑者已經試過了 那就 請大家補充指證 這樣子 那在這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版本的經驗 就是其實現在 其實Foxquare已經算是 我認為在就是 軟體開發已經是相當 穩定成熟的一個團隊 所以其實如果你現在要用的話 我是覺得沒有什麼不可以 尤其是你如果沒有用到 其他的東西 你就單純使用資料 這一點不管是相前的相容性 還是說你是一個新的開發 我覺得都可以 已經可以直接來使用這個release的版本了 那經驗上會比較有問題的都是 就是如果你有用到extension的話 其他的extension 通常其他的extension 或者其他你加入 總之就是不是Foxquare這個核心這個資料庫 原來提供的功能的話 通常會在這時候 開始去重新編譯他們的套件 然後再加進來 那所以這個部分 常常在這個階段 會有比較多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不只是單純 那你可以再等一下 但如果單純只是使用一般資料庫的功能 就是CRUD的部分的話 那我覺得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一樣是照經驗來說的話 像13版 13版去年的話 是一樣是9月底的時候推出 然後我的建議是 如果你是要 你如果比較稍微 比剛剛講的要保守一點點的話 那你可以等到 1.1版的時候 也就是14.1版的時候 再上 我覺得就是production 然後再去測試你的production 能不能上到14 可能也是不錯的時間點 那那個時間點 照13的經驗是大概11月份的時候 那13不是只有13.1 13.2就已經是到隔年的2月了 也就是說大部分 這個release的版本 它還是存在一些小bug 那這個幾乎都會在 1.1版的時候把它修正 那後面就已經是很罕見的bug 那不會保證沒有啦 那所以如果你想要 嘗鮮你現在就可以用 如果你測試 測試環境的話 那我覺得已經可以直接去測試 你的軟體系統 那如果是production的話 我是建議從1.1版14.1 再開始測試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邊就跟大家聊一下 我自己就是對這字面上我的理解 就是稍微解釋一下給大家聽 那第一個這個Jason的部分 我個人在就是今年度 今年度我也有開發一個系統 這是屬於像是log形式的 那我覺得這種形式的系統 從過去大家可能都會用一些no SQL的資料庫 那我今年就使用Postplay來開發這樣的系統 我覺得蠻方便的 就是你不用換其他系統 因為你還需要跟其他資料做勾跡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都在Postplay裡面一起來做就比較方便 那Jason他在就是在這上面講 其實9.2版開始提供 不過我覺得真正好用應該是要到12版 13版又增加了一些功能 然後14版現在又增加了這個功能 那這個Subscreen的功能 其實就是你直接講就是像array那樣子 你用中括號直接去存取這個概念 不過這是寫法問題 我覺得這個相對來說是還好 其實我比較關心的是 因為我在去年的時候我自己做一些測試 我覺得Postplay在Jason的資料儲存的空間上 是比較多一點 相對於像mongoDB這樣子的資料庫 所以我不知道在這個版本有沒有比較多改善 就是在儲存空間的部分 因為你其實會用這種資料型態 可能可能使用情境都是先塞很多資料進去 然後後面再做一些比較關鍵資料的整理 所以前面你有可能這些raw data 他就會限制說你能夠一台一個資料庫 能夠儲存多少資料庫的限制 多少資料的限制 其實這個反而是我比較關心的 不過總之是到這一版 因為他持續有在精進 所以我覺得是如果還沒有使用的人 我覺得就可以放心使用 因為他也經歷了很多個版本的改進 那RangeType下面這個RangeType的話 MultiRangeType就是原來的RangeType 是像這個Type 這個欄位只能1到10 就下限1上限10 MultiRange就是你可能你可以接受1到10 然後另外一個範圍是20到30 所以你這個Type可以定義兩個Range 但是中間的10到20就是不合法 那過去你要這樣定就比較 你如果你的型態也這樣就比較麻煩 不好去定義 可能或者是你需要在application上面 另外再做其他的限制檢核 我覺得這個是也是屬於方便性的功能 那這個performance這個部分是 當然是比較重要的啦 因為這個是你什麼都不用做 就可以改變就可以加速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過去都在很多場合我都提 在問到說要不要升級這件事情 你就是升級就對了 那不要等 我覺得不用 除了剛剛我講的就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新的版本 當然你現在如果你要升到13 我是覺得就是立刻升 是最好的 因為幾乎你什麼時候不用做就會變得更好這樣子 那這邊有提到的這個 因為這個老實說我還沒有詳細去看 就是它是說你在就是頻繁的update的情況之下 頻繁的update 因為有時候這個其實都是實際的情境 像某些資料補燈的情況 你會做你會有就是各方的資料進來 然後資料會補燈 現場它可能會寫錯資料 然後事後它去做補證的情況之下 那你通常就會有一個階段去有人去整理的這些資料 然後隔天一次把資料重新修正 所以你有可能會有一些批次的行為 是一個晚上去更新前面前幾天的資料 那這個update因為已經有資料了 所以這個update可能少折幾百筆 多著幾萬筆都可能 所以那在這邊 這比較簡單講就是 因為如果你已經知道這些index 或者postgrade資料庫的原來的運作行為的話 就是其實update這件事情其實一般是區分 就是其實就是做insert 然後舊的資料它只是去標註它 就是說之後如果要清理的時候可以把它清理掉 那可是這樣子的好處是 因為我不用真的改原來的檔案內容 我是一直append新的資料 那這時候速度比較快 速度是主要是速度考量 但是缺點就是你原來只是標註它要刪除 你卻沒有真的去刪除 那它就會在那邊佔著空間 所以你這些table或者index它在 它一定都是等到真正有資料清理的時候 就是postgrade定期你要自動或者手動 去做vacuum的動作 它才會回收這些空間 那這邊提到這個功能 到字面上來講 跟手冊上 我的大概的理解 就是它在做的當下 就會用另外一個方式去把那些資料 你要想像成 因為它用刪除這個字眼 所以你要想像說它就回收這些空間 也都可以 總之就是最後它是 這個index它會變小 那這裡面提到的就是 blotting的問題 也就是虛胖 就是這個index 做這些動作的話 就是這個table或者這個index 這個新的功能 專門講index的部分 它會越來越大 虛胖 因為你是一直insert資料 在頻繁的update的時候 實際上它又沒有去刪除原來的東西 沒有去整理啦 你要想像說你的房間就是一直買東西 但是這種不丟東西的概念 那其實你有很多 你如果拿去清理過一次 你就有很多閒置空間了 但是以往都要等到定期的清理的時候 才會空出來 那你在這過程之中 可能一個晚上我就更新了一千萬筆 資料 那你那些多出來的空間 並不會馬上被回收 那它這個 但是我比較不太了解 也許有人回答 因為手上並沒有講說它 因為我覺得多做這個動作 到底會不會 到底影響效能有多少 但是它又不是一個 看起來不是一個可以選擇的功能 像detube13版新出來的detube功能 就是可以選擇的 但如果你的CPU不夠力的話 其實你就不要用那個功能 選擇的更慢 這個是我的疑惑 那14 其實下一個的話 就是pipeline query 就是平行查詢這些事情 照它字面上來講 這個看起來真的 那個driver本身 也是要更新 所以這個 看起來其實是 可以 無縫的 或者無痛的去升級 但是 可能還是要更新 那就我的經驗 因為一個資料會有非常多的 在使用 它這個更新可能要比較久 當然你如果 那個client的部分都是 就是用容器化管理 可能下一次 就是 這個scale 發生的調整的時候 那它就會自動更新 那你就看你的環境 有些環境沒有那麼容易 不過我覺得 因為這一點的話 這個但是就我 我剛剛稍微看一下 有些像JDBC那些都還沒有更新 所以這個可能要再等一下 但是如果 他們一旦這些官方上 你看那些專業下載網 它一旦有新的版本出來 我覺得可以確認這一點 那這一點我覺得是值得去更新的 因為這個是 使用者完全不需要 我們完全不需要做其他事情 他就有機會多這個功能 對 那再來是這個 這個我是蠻有興趣的 因為 也有這樣的環境 那這邊 Disputed Workload 這個 就是我們 一台資料庫 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 還是會有它的極限 所以 我會這邊有提到 就像Logical Implication 這個我之前也有在網上分享過 那當你在Logical Implication 把某個table 給其他的資料庫 同步到其他資料庫去的時候 它這個上面講的是說 因為我們過去是 每個Transition 把Transition這樣一個一個丟過去 可是Transition有大有小啊 你有可能這個Transition 更新一筆資料 下一個更新一千萬筆資料 那這個就差距就很大 因為 那一筆資料在 你被訂閱的那個 資料庫上 可能一瞬間就更新了 你就覺得很快 可是在 如果是更新一千萬筆資料 那一個 你就會發現 因為IO的問題 它必須要等到 你原來的資料庫已經 已經 然後這時候確定這個Transition完成 之後它才開始把資料丟到 Subscription 那邊去 你的訂閱的那一方 那 所以這就兩段時間嘛 就是我前面 Commit的這一段時間 先處理完 後面又要再傳輸 傳輸完之後 在你的訂閱方 那邊 它又要再做一次Commit 才能夠進到它的資料庫 所以這有三段的時間 那當然通常最後一段是很快 那所以其實關鍵就是在中間的IO 但是IO當然省不了 可是你前面如果那個Commit 其實也蠻久的話 它這個描述就是說 它在還沒有完成的情況下 它就先把資料開始直接丟到下一層資料庫去 但是那如果交易不成功 就兩邊都Rowback 那如果交易成功 那你就賺到了 因為反正 那你就直接扛命了 兩邊同時扛命 我覺得這個 某種情況來說 有一點偷吃不 你可能如果不信你的Rowback情況很多的話 你的頻款就浪費掉了 不過大部分情況 因為我們Rowback都是比較會 就是例外狀況 所以你大部分都成功交易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期待增加它的傳輸效能 那再下面一個是FD道 我覺得這個也是提到 這個有機會再詳細講 就是我覺得這也是蠻有感的 因為Postgres FD道 就等於把你的其他的資料 Postgres的資料庫再串起來 你不用同步 你即時的把這些查詢送到另外一個資料庫去做查詢 那在這邊的這些改善來說的話 因為這個 這個我看過release node 這個 只能說它在 像有些大量的音色 這在過去 原來的13 現在的版本 已經算之前的版本來說的話 大量的音色 大量的音色其實是很不方便的 因為它就每一個query這樣子送 那可是這裡面就其中這上面還沒有提到 如果有機會我再講 就是它有大量音色 你可以去調整它的 有點像是 就是集中 集中是 一次送幾筆資料過去的概念 就過去都是 你如果一個音色就送一筆資料 就一筆一筆這樣送 但是這樣實在太慢了 不過是最安全的做法 總之這個部分我覺得可以再詳細看 也是蠻期待的部分 那管理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差別 我自己覺得現在我直接看我覺得差別 其實是沒有很大 總之它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我覺得大家比較有興趣 應該是第二段 就是壓縮的部分 其實本來就有壓縮 本來就有壓縮 就是這上面有提到的PGLZ的部分 但是又新增了這個LZ4Completion 那這相對來說 一般的情況之下 LZ4這個是壓縮率比較好一點 不過我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這個它是Colon裡面的壓縮 所以如果你那個Colon內容 你的資料不是很多的話 你一個字兩個字 一個字圓兩個字圓 你當然也不可能期待它幫你壓縮 有多少東西 那樣就是有點浪費CPU 對吧 那所以你也不要硬去強迫它 去做這件事情 那再接下來就是Colby這個 這個再接下來這個有關於這個 就是這上面講 Track progress Colby這個指令非常常在使用 但是我覺得最尷尬的就是你大量 如果有一個很大的table 應該說你的資料很大量 然後要insert進某個table的時候 先不管速度 可是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結束 這樣就很尷尬 那所以如果有這個 但是我還沒使用過這個功能 但是我是蠻期待的 如果能夠看到某些進度有在進行的話 那我們可以判斷 比較容易去判斷說這個Colby 因為我覺得原來現在這個情況的話 它的問題會在於我不知道它有沒有在執行 或者進行到什麼程度 如果 如果因為這個過程如果它出了問題 因為有時候我們Colby這個指令 因為寫程式的話 你有可能是不是真的檔案 它是一個派橫的檔案過去 所以如果是輸出端那邊出了問題 這邊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一直在 現在的狀態就是它一直在執行這個指令 那你不知道是資料 它資料沒有進來 才還沒結束 還是它真的只是很努力在做 然後但是還沒結束 就是 如果總之如果有進度的話 可以查的話是比較方便 其他部分我覺得統計的部分 是越來越多 其實這邊講一下新的 我覺得Postgres的統計進行真的是 越來越詳盡 越來越有用 越來越能夠幫助 不管你是Backend還是DBA 我再插開一點就是 其實在有一些其他資料庫 它的這一統計資訊其實不是一般的 就是連線的使用者可以看的 那這樣就很不方便 因為你如果 你還需要後段 就是DBA或者SRE這些人去幫你 看這些資訊的話 就很你在DBA上就很麻煩 那你自己做就好啦 如果像Postgres這些資訊都是設計 你這些你寫程式的人自己就可以看 所以你自助式的就可以不斷去修正 我這樣執行會造成資料庫什麼樣的狀態 那我自己就可以自己檢討 那再來後面這個 我覺得比較有興趣去的其實是 其實這些我覺得都還好 就是你的 像第四個吧 其他 一二三四 就是講到這個CTE的部分 就是這個還算不錯 因為這個 我記得他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不在上面就是 應該說就是社群那一個 就是你可以選 因為你在地毀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現在的狀態是不知道他回來的順序 應該都是deep burst 但是你現在可以選擇的是deep burst 或是deep burst 就是 所以 如果你很在意他 這個避魂的次序 和問題的話 這現在就可以 你就可以選擇 那security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也是實用的東西 就是 你會有一些 你會有一些 這兩個使用者角色是 就是read all data 跟write all data 的確在 現實上會有這樣的需求 某一個 你有可能 像 我可能我們金融業會 會有自己 就是像激合的情況 或者僅次於super user的情況 那對於所有的data 我可以去看 或者你是做資料分析的 你就不用一個一個去授權 去規定 但是你 一種方式 有些人會 反正我就全部規定給public 這樣子也 在過去是不得已的情況 那所以 那 現在做這兩個角色的話 你就可以 比較 中用啦 有些他不是管理者 你也不要給他super user 但是他又需要有跨不同schema的 或者跨db的處理資料 能力的話 就是我要講的 集合啊 資料分析的 需求的話 那你就會授予他這兩種角色 那這兩種呢 其實也不是只有postgres 其他資料戶也都 也不是第一次做這樣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方便的地方 不過這個 因為你需要他 就是要轉到這上面 這倒是 等於說他不是馬上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在下面這個 就是密碼加密這個 這個在 其實我現在這個當下 我不太確定是13還是12 應該是13改成 這個 這個新的加密法 而不是MD5 那 其實這有 我是這邊提醒大家 不是改了這個設定 就會自己改密碼 如果你是從舊的身上來的話 你原來是MD5 也不一定是舊的身上來 你已經在MD5的環境設定過密碼的話 如果你把這個加密法改變了 你密碼要全部重新設定過 不然他也認不得 如果你有其他的convention pool需要用的話 他們也要跟著都支援 所以 那Driver的話 我記得 舊一點 好像也會有問題 所以這個會有 這個加密法會有相容性的問題 需要去考量 這個好像隨便就是 塞藥講一下也講了蠻久的 總之就是 就是我還是講前 就是前面我一開始講的 新版本 新版本 我覺得一般情況來說 可以直接 新的一定可以直接用 那升級的話 我會我自己會先做 我自己的做法會先做 新的先就可以直接用 然後如果是升級的部分 就是等14.1出來 還再去做 然後當然 如果有用到其他intention 大概都是在這個 這個一兩個月之內 他們會新的版本出來 到時候你再一次上會比較方便 好吧 那今天就到這邊 拜拜